我們是跨境Pulse 是一個日本的區塊鏈媒體 然後我們今天想要對你進行採訪 然後首先謝謝今天你接受我們的採訪 然後因為你接受過很多日本媒體的採訪 所以我覺得日本大部分的人 我覺得很多人是知道你的 但是我想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你好,我是台灣的數位政務委員 我目前負責的就是開放政府、社會創新 還有青年參與的工作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接受採訪 謝謝 因為日本人聽到台灣的聲音的時候 想到的就是預防COVID-19這一塊的部分 所以我想先請問您一下COVID-19預防的部分的問題 然後台灣在預防COVID-19的政策中 善用了一些監端的技術 像是使用名牌 然後做出聊天機器人等等 請問你台灣政府為什麼能夠順利的整合監端技術 以及最後可以實際順利的執行 因為政府並沒有想要什麼都自己做 大家聽到的一些包含像口罩地圖等等的 都是民間想到的 所以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就是秉持著一個你行你來了的這個精神 我們不會說好像只有政府可以去做口罩存量的視覺化 而是我們把API就是即時的開放資料分享出來 那任何人想要用地圖 想要用對話機器人 想要用趨勢分析 各種各樣的方法來解讀都可以的 所以一下子就超過一百種不同的應用 所以我想最主要的還是我們的社會創新的這個概念 就是由民間先想出主義 好的主義透過媒體啊等等的報導之後 政府知道之後不會政府覺得那就改成我們來做 而是說問問看民間受到怎麼樣子的挑戰或者困難 我們來幫忙民間解決問題這樣 這樣你講就是聽起來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為了在像這種疫情突然爆發的情況下 把這些繼續順序又順利的應用在政治上面 台灣品質有沒有在做什麼措施 有啊 好比像說像我們經常碰到颱風啊地震啊 其實跟日本是一樣的 對 所以我們一向就有一個叫做民生公共互聯網 已經四年多的一個計畫 就是在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災害來的時候 民間也可以來貢獻包含就是救難相關的情報啊 或者是水的水位的量測啊或者空氣品質的量測啊等等 這些都是民間自己來蒐集資料 但是這些資料呢是可以放在一個我們資料的脈絡裡面 就是data fabric裡面 那民間有一些蒐集的 政府有一些蒐集的 我們會彼此之間互相切磋 而且也運用像分散式帳本這樣子的技術 來確保說任何一方如果突然離線了 但是他所收集的資料其他方也都還是可以看到可以減徵的 然後在這個疫情期間 口罩的複製部分是成為一個世界上的很大的問題 然後在日本也是就是口罩一直缺無 然後有一個不曉的一個社會上的動漫 然後台灣 但是台灣透過口罩實名字或APP 才能達到口罩流通的公開動漫畫 因此就是避免口罩分配不均所可能造成的社會動漫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 在做資訊公開動漫畫的過程中 有哪些重要的步驟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個很好的反饋的這個機制 我們在台灣有一個1922這樣子一個免付費的電話 非常非常多的人來打這通電話 所以隨時呢當我們的鑰匙碰到問題 或者是在領取的時候系統出現狀況 或者甚至就是可能大家都聽過有個小男生說 為什麼我都拿到粉紅色等等的這種狀況 它隨時都可以讓1922知道 而1922呢不但能夠去回應大家及時的問題 如果真的我們的系統有錯 需要修改 我們也總是在當時每24小時 就有一次的記者會上面回應新聞記者的這些批評指導 然後都會說 那我們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就把它修好 所以敏捷這樣子的想法 就是每個星期四都把系統再調整成 有回應到大家的回饋的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然後我想另外一個人請問一下 日本跟台灣都是一樣海盜的國家 所以可能就是同樣的環境情況下 還是兩個國家之間有了不小的防疫部分的結果的差距 對 你覺得這個差距是來自於什麼原因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我們不但記得2003年SARS 或者說SARS1.0在台灣的狀況 而且我們在2004年 在當時我們的憲法法庭大法官就要求立法院去進行 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正跟訂定 來確保說如果SARS2.0再來一次 所有人都記得當時怎麼樣子做是不對的 因此要怎麼樣正確的做法 所以不管是就是CECC 我們疫情指揮中心的成立 或者是說這種邊境的包含登記檢查等等 都是在我們有第一個在地的案例之前就做到的 那這裡我們把它叫做超前補數 就是雖然我們還不太了解 這次的COVID-19就是SARS2.0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我們從1月1號就假設說 好那就當作SARS1.0再來一次吧 這樣子的來處理 所以呢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反應的可能比其他國家快很多 就像這次疫情之後使用AI解決了一些問題 現在使用AI或是區塊鏈等新科技 新技術等輸出服務的暖地增加 然後這個停止所識輸出科技的人 跟不所識輸出科技的人 跟不所識輸出科技的人 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然後你認為怎麼可以讓不所識輸出科技的人 更了解輸出科技 或者是更也能參與到這個輸出科技的人 其實像1922就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你不需要了解任何數位的技術 甚至用一般的室內電話 都可以完全沒有成本的 跟一個比較懂的人談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想像 如果一個社會絕大部分的人完全不懂某個技術 只有很少數的人懂 那就算這些少數的人願意去解釋 他也不可能解釋到所有人都理解 但是因為我們在疫情的過程裡面 透過每天每天跟新聞記者這樣子的對話 所以新聞記者本身越來越懂 甚至我們的指揮官陳時中部長說 那他可以開課 教新聞記者專案病學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有很多中間的這些朋友 他懂的可能沒有專家那麼多 但是也不少 他可以再讓他的社區的朋友 可以更聽得懂 那這些朋友又可以再把這些知識翻譯成 大家更容易理解的 好比像說 透過很可愛的一隻 一隻柴犬 一隻柴犬 就讓就算是小小的小朋友 都可以說 那這隻柴犬告訴我們說 要戴口罩 親洗手 不要嚇到吃手手 等等 所以這些傳染病學的知識 就好像數位技術一樣 是非常專業的 但是你可以透過一層一層的轉譯 確保說 每個人稍微想到 懂更多一點點的時候 都可以找到 比他多懂一點點的人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跟疫情有關的問題 就像剛剛在外面做的活動 就是SDGs 永續發展目標 是一個非常大的議題 然後SDGs 永續發展目標有17個 然後17個都是很重要 當然 然後 但是你覺得哪一個問題 或是哪些問題 是需要最快解決 或是最重要的 其實它是這個編號 越小的就越基本 要吃得飽肚子 不要貧窮 大家都要健健康康的 這是任何人都可以 從旁邊就做起的 那數字越大的 越需要全世界一起來努力 尤其是最後的幾個 對不對 包含氣候變遷的 因應的對策 包含水下跟陸地上的生態系 包含開放政府 以及就是跨部門的 跨國的合作 夥伴關係 這些都很抽象 也就是需要 我們在做前面的幾個SDGs的人 了解到說 沒有誰能夠一個人 把整個拼圖拼起來 後面的這個部分 才能夠做到 所以我覺得 並不是重要跟不重要的差別 而是你從什麼開始的這個差別 總是從數字小的開始 是最容易的 但是數字大的也不可過全 然後如果就是SDGs 面對這種問題的時候 每一個人 就是可能世界上 每一個人的意思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覺得 如果使用何種技術 解決方案 解決這些問題的話 你覺得哪些技術 是可以用在這些問題 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 我們在開發這些技術的時候 我們要能夠對於未來保持開放 也就是說 我們寫出這套技術 好比像說 當時Bitcoin被發明的時候 其實他並沒有說 這個做法 只能用來做 Cryptocurrency 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泛用性的 解決這個敗戰品問題的 這樣子一種技術 所以立刻他就被用到 各種各樣不同的地方 那一開始的創辦人 鍾本聰也沒有出來 主張他的智慧財產權 也沒有到處去 就是請專利 所以意思就是說 它是開放式的創新 那我覺得 因為問題本身也不斷地在演變 而且你一個技術 它適用解決一個問題的同時 它可能又造成別的問題 好比像說解決Double Spending的問題 到最後就發現說 大家都花很多的電力 這個耗電的問題 反而是以前沒有的 那這個反而也是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想辦法解決的這樣 所以如果一開始就主張說 我的技術只能這樣使用 那麼這個技術造成的問題 就沒有人來看怎麼解決 那如果這個技術本身 是向未來開放的 是開放的科技的話 那任何人覺得 那我稍微改一下 把它改成更不耗電的方法 把它改成更能夠解決 別的問題的方法的時候 它就不受到一開始的創辦人的限制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就是可以學習 比特幣的創辦人 這樣子一種開放式的態度 好 謝謝 因為我們是區塊鏈媒體生 我想請問您一些區塊鏈 或是加密貨幣相關的問題 我相信您也在關注這個區塊鏈 或是加密貨幣這塊的事情 是 我現在跟Vitalik Buterin一起創業 我們都是 Radical Exchange 的理事 然後現在加密貨幣區塊鏈 是全世界的一個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那請問您如何看待加密貨幣 或者是這個基礎技術的區塊鏈 然後您覺得區塊鏈這個技術的優點 或者是缺點是什麼 我覺得 我比較常說分散式的帳本 因為也有一些不是區塊鏈的方法 好比像說 Acyclic Graph之類的 就是理論上它不是一個chain 但是它也可以用來做分散式的帳本 就好像不是只有Google才是搜尋引擎 是一樣的道理 那在分散式帳本上 我覺得它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它讓彼此達到互信的這個門檻下降 以前我們兩個 如果彼此不認識要達到互信 我們都要先都相信某一個別的單位 不管它是中央銀行 或者是某個會計師事務所等等的 但是如果我們的文化 我們所住的地方差異太多的話 找到一個我們兩個都相信的 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很高的門檻 但是在這邊 就是透過分散商的技術 我們可以相信我們彼此的社群 而這些社群又相信這些社群 所共用的一些演算法 到最後這個信任 每一個人都不需要非常相信彼此 但是加在一起 我們還是可以一起做一些 我們本來因為沒有故行很難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達到一定程度的互信的技術 當然不是唯一的技術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那你如何看待公鏈 Public Chain 跟聯盟鏈 Tumblust Chain Chain 的區別 我想請問你覺得哪些不同的情況下 會使用公鏈 或是聯盟鏈 聯盟鏈的話 感覺上就好像是發Coupon 就是常常也有我之前所住的社區 也有發行過所謂的社區貨幣 那當然就是幾個社區的商家 自己說好了要發行Coupon 那這些Coupon就可以彼此流通了 這個就好像是聯盟鏈一樣 那所以可見的它不一定需要靠數位的 或者分散式帳本的技術 聯盟鏈它就是讓記帳變得方便一點而已 但它並沒有改變 一開始你必須先相信聯盟的會員 這樣子的一種關係 對 所以我覺得當然 如果你本來就可以發Coupon 聯盟鏈幫你省一些時間成本 大概就這樣子而已 那但是公鏈對我來講 它是可以把互信拓擊到 本來完全沒有互信的地方 它的性質是不一樣的 OK 好 謝謝 然後另外一個熱門 就是中國數位人民幣 第3個部分 現在引起全世界的關鍵 因為他們已經開始實驗了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 您對央行 數量貨幣CBDC 有什麼樣的看法 然後或者是台灣將來有可能性的 我們的央行也已經在做這方面的研究了 那我覺得就像剛才所說的 其實如果是央行來發行的話 那它就你非得接受不可 這個跟公鏈你可以選擇要不要接受 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可以說是它用了一些加密貨幣的技術吧 但是我不會覺得說它是什麼公鏈 這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那當然從就是我們的角度來看 雖然大額的交易當然應該洗錢防治啊等等的緣故 應該有一定的就是觸發監理機關的注意的這種能力 但是小額的就是每天幾塊錢幾塊錢這樣的交易 在目前是不會留下什麼足跡的 那就好像日文好像有句話說 現金是不漲腳不留足跡的嘛 是這個意思 那當然如果央行 某個國家的央行 或某個政權的央行 很想要知道每一個人的每天的日常的活動 那他會覺得CBDC是一個數位監控非常好的方法 可以在本來沒有足跡的地方逼他留下一些足跡 但是對我們來講 現金的交易不要留下在小額的情況下足跡 說不定是一件好事 是一個優點而不是一個缺點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CBDC的時候 重點是怎麼樣讓這樣子的技術來配合我們的社會 社會的常規 好比想說小額的現金交易不留足跡這件事情 而不是說硬要大家改變常規去配合進去 好 我覺得幣圈大部分的人是只關注BTC 並沒有再關注這個區塊鏈技術 或其他的山寨幣或其他虛擬貨幣的部分 所以我想針對比特幣想問一些問題 前幾個禮拜 Elon Musk買了比特幣 然後提起了比特幣價格的標章 然後你如何看待特斯拉購買比特幣這件事情 然後這樣的舉動會帶給整個行業的影響 有什麼樣的感想 我覺得它 在你的位置 好 有別的聲音就行了 好 這個可以再一次 好 好 因為很多人在關注這個比特幣價格 比特幣價格的部分 所以我想請問你一些比特幣價格這個方面的問題 然後Elon Musk購買比特幣 引起比特幣價格的標章 然後我想請問問一下 如果看待特斯拉購買比特幣這件事情 然後這一種這樣的主動會帶給整個行業的影響 有什麼樣的影響 對我覺得很多本來不了解比特幣 不了解加密貨幣 不管是技術還是應用的人 確實是會因為新聞在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就突然之間開始注意這件事情 就好像說本來一般的民眾 也不一定對這個嘎空很有興趣 但是因為就是某個Reddit嘎空事件的關係 所以大家突然之間都發現說 原來有這種事情存在 所以以我們剛才講的那個脈絡 就是社會上面要有許多 就是不是完全專業 但是理解也八九不離十的這些朋友 他能夠在大家想要問 江密貨幣是什麼的時候 他的親朋好友 越來越多人能夠給出一個大致上來講 八九不離十的解釋 我覺得這個科學跟技術普及的作用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我會覺得這一次的這樣子一個新聞的事件 確實也讓就算手上完全沒有持有比特幣的人 他如果想要問那比特幣是什麼 到底在紅什麼 他旁邊回答的出來的人的數量很明顯 因為這樣增加了 那你覺得以後還會有更多公司購買比特幣 或是更多政府購買比特幣 我覺得要看嘛 就是一方面是說 如果我們是希望把它當做交易的媒介的話 那不一定會選擇比特幣 有可能是選用同樣的分散式帳本技術 但是它的清算比較快 或者價格比較穩定的其他的做法 那但是如果是作為避險或者是作為炒作 那當然這是另外一個概念 那因為我自己主要關注的是讓人跟人之間的呼吸 比較快速的建立 所以我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前面的這個 就是怎麼樣子快速達成共識 怎麼樣子快速的做一個就是關係的確保跟清算 交易的清算等等 而比較不是放在說那我到底可以炒作什麼東西 因為畢竟作為公務員我也不能炒作 不管是這個投機性的金融商品還是什麼別的商品 好然後最近現在比特幣價格已經超過5萬美金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 你對BTC 值得如何 好再來一次 因為BTC 價格最近飆漲 然後現在比特幣價格已經超過5萬美金 那我想請問您對BTC 價格長期的看法是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在加入內閣以前其實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說我工作當顧問一小時是收一個BTC 那我在最一開始說的時候BTC才100美金100多 那之後當然200 300 400 應該500的時候我就入閣了 那但是在那個時候其實我合作的不管蘋果電腦 還是其他的像牛津大學 他們的賬物人員都說他們不能處理BTC的支付 所以雖然我有一個錢包 那它的公用其實你在GitHub上看得到 但是從來沒有人真的給我BTC 都是以簽約的那個時候 他兌換法幣多少 然後他就給我那麼多的法幣 那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當然我現在已經是公務人員 不能夠持有BTC了 我每年在監察院申報財產的時候 都要特別加一個輔助 說我沒有BTC 那我也把那個私藥丟掉了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現在對於它的價格 並沒有抱持著我個人的興趣 最多就是學術上面的興趣而已 那但是我會覺得就像 為什麼我一開始就說 那我實行是一小時一比特幣 主要的目的其實也是想要 刺激大家來討論說 這個由社群所管理 而不是由單一的央行 或者單一的大企業所管理的 這樣子一種新的對於財政的想像 對於金融的想像 現在會叫DEV 當年還沒有這個字 那我覺得這是很值得大家來想的 可以比較不受到 本來的思維方式的限制 可以從這個變成新的創新的來源 像我剛剛講到的 100多個口罩實名制的地圖 對話機器人的開發者 手上都有即時的在每個藥局的存量 這個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分散式的帳本 或者是說我今天理論上可以拿10個口罩 但是我不去拿 我過兩個禮拜之後用APP 把它捐給全世界的朋友 那這個也是有點像NFT的那個概念 就是我每個就是捐獻都是獨一無二記錄下來的 那這個在台灣也有一半的朋友 會願意顯示出它的名字 那這個名字當然它不能兌換成什麼東西 所以也不像NFT還可以拍賣什麼的 但是至少這是一份心意 那這份心意我覺得對很多人 就足以促使他們做新的想像 就是我自己口罩夠用了 那我想要讓全世界的朋友一起使用 那也讓我們變成更好的社區更好的人 所以像這樣子的做法我覺得 它可以讓大家不會只去想同一個國家 同一個城市裡面的朋友才是我的朋友 而是說我現在好像在一個VR的世界裡面 我看到的人至少我跟他做一些基本的交易 應該都不會出問題吧 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那這種想法本身我覺得就很有價值 那你剛剛說NFT跟DEF 這塊東西是在日本也是很受關注的 然後很多日本的交易所 或者日本的區塊鏈開發的公司 也在關注這塊事情 那你覺得DEFI或是NFT 這塊以後的發展是往哪一個方向發展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發展性 對 我覺得在這裡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大家要了解它的 就像我們要了解穿完冰雪 所以會戴口罩一樣 我們要了解它後面的這些數學 那像我們每一年都有總統 北黑客松嘛 那去年總統北黑客松就有一個團隊 他是做跑馬拉松的時候 我怎麼樣子確保說 我辦這個比賽的人 來的人他不會有心臟方面 或其他方面的問題 他不會跑一跑 就忽然之間就要交救護車了 那但是呢我是跑馬拉松的人 我並不想要把我整個醫療的紀錄 交給這個辦比賽的人 他又不是醫師 所以怎麼辦呢 後來呢 這個團隊就用了ZKRP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可以在辦比賽的人 不知道任何固定的數字的情況 而只是定幾個區間的情況下 運用他的健康存折 然後做一個在公鏈上面的一個證明 這個證明就是這個人健康到可以跑馬拉松 但是呢 除此之外你什麼別的都不知道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社會價值的應用 我覺得就可以促使很多本來 完全不知道說 到底ZK是什麼 或者是到底這後面的 我們叫做proof carrying code 就是寫一些程式 本身可以證明自己的數學性質 是聽起來很玄 但是一旦他有第一個 社會上面十字刻使用的應用的話 他就可以促使大家去想 很多大家我們中文叫吸菸而不查 就是以前都是這樣子在做的 但是其實有新的做的可能啊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目前為止 這些都是一個起一個啟發的作用 大家會本來覺得backoffice 就是他的後勤管理只有一種做法 但是因為看到各種各樣的這種例子出來 所以做這些後勤的朋友們 突然之間覺得說那後勤也是可以創新的 不是只有面對客戶可以創新 我們面對自己日常的作業也都可以創新 所以我覺得這是目前啦都是起到一個啟發的作用 那至於他未來發展的方向 就要看有多少人被啟發 如果大家都被啟發了 那他就可以往一個對社會好的方向 如果只有少數人懂 只有少數人被啟發 那其他人都會一直充滿疑慮 這是一定的 好然後我最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我覺得很多币圈的人是在關注 有哪些人是買什麼币 然後你剛說因為你是公務員 我是公務員 我什麼都不能買 對啊 然後這個問題如果 不好意思 很多人來關注有哪些人是買哪些币 然後因為你是公務員沒有辦法買 對啊 對那如果從投資的觀點來看的時候 如果你是公務員的話 會想買哪些币 或者是會想投資哪一塊的币種 如果不方便 對我們不但不能自己炒作 我們也不能給投資建議 這個都是很明確的 所以這個問題可能我們存著 然後等我哪一天不是公務員 我們再來討論 沒有問題 好謝謝你們 那我們想問的問題 第三個我們想問的問題 然後如果最後請您 可能日本的觀眾們 就是有可能最後 有什麼message的話 就請您 好啊 那我就對著這邊講了 OK好 那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有這一次的訪談 那雖然我因為公務員的身份 有一些問題 沒有辦法回答 不過呢我想 沒有關係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有一些部分呢 大家也可以自己想一想 如果你現在 在我這個位置的話 你會怎麼樣子的回答呢 我的回答也並不是 什麼標準答案 它就是一個 拋磚隱喻 就好像 Bitcoin這個概念 一開始出現 跟它演化到現在 其實已經非常非常不一樣 中間不知道 分支了多少次 我也希望說 大家聽了我的回答之後 也可以把這些回答 這些想法 繼續分支下去 Share and Enjo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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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可能要再重新問 好啊 SDGs去面那一題 有那種變包 好啊 OK好啊 是 就是 有什麼 17個目標 目標裡面 有哪一個是 最 沒有這個的 那個 就是 常常講的那個 1922 就像 您在 廣義的過程中 使用這個AI的技術 我覺得使用AI 或是區塊鏈等 新科 新技術的 數據服務不斷的增長 這個同時 熟悉 數據技術的人 跟不熟悉 數據科技的人 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那你認為怎麼可以讓不熟悉 數據科技的人更了解數據科技 或者是也可以參與到這些數據服務裡面 我覺得像1922就是任何人對傳染病學想要多了解一點 他就直接打電話就可以了 其實他不需要會任何電腦啊或者是網站啊等等的技術 其實甚至連室內電話都可以使用 那這個時候呢 他接觸到的這個1922的接線語言就是一個比他稍微懂一點 而且可以用他聽得懂的話來講的這個朋友 那所以從指揮官每天去跟新聞記者在下午兩點的時候 新聞記者問任何問題指揮官都盡量用他們可以理解的方式回答 那甚至也有說 那我不如來教記者傳染病學吧等等 那這些都可以讓本來比較艱深的傳染病學 經過多次的轉譯 每次大概都八九不離十大概都是對的 只是用比較簡單的話來講 最後都是到非常年紀小的小朋友都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其實也都沒有錯 所以我會覺得說透過趣味的方法 以及在中間不是只有幾少數人知道 而其他人都不知道 而是在這些幾少數人跟大眾中間 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緩波 這個緩波裡面就是每一層知道的人 都可以往上再問比他懂得多一點點的人 往下轉譯給比他懂少一點點的 這樣的話大家就不會覺得說 好像這是一個什麼可怕的 或者是很大的鴻溝這樣子的感覺 那我想在這裡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學習的時候 不是好像是說我們是專家 所以我們就什麼都懂 我們在轉譯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可以在解釋的過程裡發現 有些事情我們本來沒有想到 本來它是技術的價值 但是其實它說不定 造成一些社會的價值的傷害等等 所以我們說教學相長就是這個意思 大家都有一個教學相長的文化的話 那麼數位的技術 就不會變成好像強制大家 非得遵循 而且大家都可以理解 都可以創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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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